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来聊一下在哪外交 那么在视频的开头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段温习一段 当年陈毅外交部长时期的外交场面 陈毅当年是怎么样外交的 请看这个视频 那么 一切都要扯地的报销 干杯 欢迎您的先生 国家们 欢迎你们 来北京跟我们一道 缓督中国十五周年的这个会训 你们可以 进行新闻采访 进行这个报道 把你们 所看到的东国的实际情况 这全是该 该上 那么 现在 你们愿意提什么问题 我今天我知道的可以给你们回答 请开始 陈毅副总理回答了记者提出的 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 和当前国际局势的许多重大问题 最后陈毅副总理 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说 美国帝国的穷凶极恶 欺人太盛 因为 那是美国的 美国的 欺负中国人 欺负朝鲜 欺负越来人 欺负建布典 欺负印度尼西亚 欺负 杠格里 欺负 说明你看,戴高乐又说他的欺负,戴高乐又欠了反对他,戴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来容忍了,不可能的,所以香港的记得提出香港问题,而且是澳门的记得提出澳门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澳门的问题,中国人愿意尽最大的忍耐,避免这个局势。 那么这个视频啊,时至今日,中国人看了以后啊,仍然是觉得非常的解气,中国当年的外交真的是非常霸气啊,扬眉吐气啊,就应该如此,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就应该如此的强硬,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应该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大家都已经猜到了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一段视频,因为啊,他带出了今天视频的主题就是,战狼外交。 想必所有的中国人,所有海内外的华人,在最近这几年,最近这几个月,最近这几天都是,注意到了,中国的外交姿态,特别是对于西方悄然的发生了,不是悄然,是突然的发生了大转变。 而且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如果说以前中国的外交对外姿态是,温凉功俭让的,温文尔雅的,一团和气啊,大家合伙做生意,贸易往来,你不干涉我的内政,我也不去输出革命啊,插手你的内部失误,咱们一团和气。 但是呢,现在突然变成了,战狼外交啊,一开始习近平说了,现在中国可以平视西方了,然后紧接着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啊,发出了本世纪最强音,美国你没有资格,以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跟中国对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二十年前不行,三十年前不行,现在更不行啊,它标志着,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历史新时期,至少心理上已经跟美国是平起平坐了,美国你不可以啊,要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视我中国啊,我中国不允许。 然后紧接着中国的驻法国大使卢沙也,因为法国最近正在组织一个,今年夏天去台湾访问的外交团队,卢沙也写信给这个法国政府说,请你们立即终止这个团队访台,否则后果自负。 因为你们触犯了一个中国原则,卢沙也大使甚至要批评一个法国的所谓学者彭达兹,批评他是一个小流氓。 啊,震惊了法国整个朝野啊,然后又有一个组合拳就是,前几天中国驻巴西的李约热泪卢的大使李扬,批评加拿大的领导人小土豆特鲁多,说他是一个混小子。 最大的本事就是破坏中家关系,而且是美国的走狗,Running Dog,这个话是非常严重的,加拿大也是被惊到了。 说实话,我看了一下独运轮还有西方还有中国的公知的反应啊,不出我的意料啊,中国的公知又在那边,友邦惊叉论了,中国怎么回事啊,如此的粗笔无理,震惊到了我们的友邦西方。 啊,你让人家西方人怎么看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五千年文明,被共产党,被中国的大使给败坏了,赶紧给人家道歉啊,那些独运轮媒体就更加啊,嚣张了,说你看到没有,中共已经啊,撕破了这个真实的面目了,啊,撕破了伪装,露出了真实面目,啊,越来越嚣张了,上野越来越疯狂凶猛的, 战狼外交了,回到了文革时期,竟然要辱骂外国领导人,而且我还留意了一下法国媒体,也是非常的震惊啊,有很多法国的所谓汉学家,法国媒体都是纷纷站出来,表达了他们所谓的震惊和所谓的愤慨,啊,说卢沙野大使,野蛮,粗野,撒野, 展示了北京政权的本色,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竟然孕育出如此缺乏教养的外交官, 他说,法国政府是政府,学术界是学术界,学者的研究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 但是中国竟然要攻击一个法国的学者,这是非常无理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学者十有八九,这个名叫彭达兹的学者十有八九是受到了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援助, 甚至收到了台湾的金援,台湾塞钱给他,独运轮给他钱,让他办事,办什么事啊,诋毁攻击抹黑中国,抹黑中国的台湾问题, 要干涉中国内政,凭什么中国不能反击啊,只能够允许你们去攻击中国, 中国不能打骂,中国不能还手吗,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大清了, 很多西方啊,很多独运轮啊,还有一个过时的幻想, 幻想中国啊,像这个大清时期一样,晚清末年, 民国时期一样,对外国对西方的这个逼迫,战略逼迫,不还手,打骂不还手, 甚至打了以后,还要把另一张脸啊,凑过去,让他继续打, 没有这个道理了,1949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已经告诉你们了, 啊,而且,中国以前的外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为什么给人一种温良恭敬让的感觉了, 其实也是一个大环境决定的嘛,当年改革开放, 中国对外开始开放啊,要跟西方合作,欢迎西方的投资, 所以这些决定呢,中国对于西方还是要采取一个核散的态度的, 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嘛,你的外交就要随着改变嘛,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现在已经进入了中美竞争的对抗的时代了, 西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 要把你逼到绝路,所以中国的外交姿态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啊, 我认为外交,战狼外交完全是合理的啊, 这是不是战狼外交呢,肯定是战狼外交嘛, 啊,因为你分狗太多了嘛, 你从这个中美贸易战还有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一直都是如此,一直都是要抹黑攻击中国, 然后配合了一些独运轮的媒体, 那么到底要不要实行战狼外交呢, 肯定也要实行嘛, 因为中国对待敌人就应该如此, 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无情,但是呢, 对待我的好朋友, 我的盟友就应该和散, 一团和气, 西方啊,永远都是认为西方代表世界, 永远认为啊, 中国正在攻击整个世界, 正在跟整个世界走向一个对立面, 西方不代表世界, 你一只眼睛看到了中国对于西方的战狼外交, 但是你另外一只眼睛, 有没有看到中国对于其他国家, 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友善啊, 中国刚刚跟伊朗签署了一个中医25年战略合作协议, 帮助伊朗基础设施改善, 帮助伊朗发展经济, 中国在拉美, 在非洲都是积极投资, 帮助当地改善运营环境, 帮助他们建设机场, 高铁, 道路等等等等, 中国在帮助其他国家, 对于这样的国家,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善的, 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攻击中国, 你哪只眼睛看到中国要辱骂他们啊, 说他们是穷鬼啊, 没有嘛, 中国现在就是要打一个拉一个, 打的就是你这些西方的敌对势力, 这些被独运轮美国民主基金会搜买的学者, 所谓智库学者专家, 但是中国对于其他的一些势力集团呢, 还是要合作的嘛, 包括西方内部自己, 也不是铁板一块嘛, 所以中国就是要拉一个打一个, 你这个学者就应该被批评, 你设成处地的想一想嘛, 如果中国也去干涉你美, 你法国内政策划你, 法国一个地区独立, 你法国是怎么想呢? 我认为西方真的是优越惯了, 真的是好日子过惯了, 突然中国姿态改变了, 它不适应了, 我认为这样的姿态啊, 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后他们一定会适应的, 再来聊一下这个加拿大小土豆, 说实话, 小土豆啊, 不是我说你,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完全就是一个白左, 你把加拿大搞得真的是乌烟瘴气啊, 合法化大麻, 还有很多议题什么同性恋女权, 大肆的炒作, 然后正式不干, 你就是, 人家李扬说的是真话, 你就是美国走狗啊, 加拿大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 已经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你无理取闹啊, 首先是你, 在美国的命令下, 逮捕了孟晚舟,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 然后呢, 你现在要倒打一耙说, 中国扣押了你两个, 加拿大人, 指责他们是从事了间谍活动, 你是流氓外交, 我的天哪, 是你加拿大首先无理取闹, 是你们扣押了孟晚舟, 然后你们反而要指责中国, 你要搞清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啊, 所以我认为, 中国扣押了两个加拿大人, 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他们确实从事了间谍活动, 加拿大小土豆啊, 中国人已经给足了面子了, 但是呢, 你还要这么, 给脸不要脸, 其实加拿大小土豆这样的西方人啊, 他跟这个川普同志又不一样, 川普是胡搅蛮残, 就跟你来明的, 但是特鲁多这样的小土豆啊, 他就跟你来暗的, 就是虚伪, 跟你玩双标, 表面上看上去, 他是非常和气的, 讲道理的, 但是呢, 他就是要倒打一耙, 就是要暗中攻击你,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中国现在已经是, 认清了西方人的真实嘴脸了, 不管是对于川普这样的极右翼也好, 还是这些伪善的左翼, 中国都下定决心了, 该合作的时候合作, 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该批评的时候批评, 不要过多理会人家的这个意见嘛, 特别是这些, 独运轮, 还有这些所谓的可笑的公知, 友邦精差论, 对吧, 中国赶紧道歉啊, 中国粗鄙无礼啊, 西方是文明的, 你赶紧向人家道歉, 说不定人家原谅你, 你不要去花时间反驳他们, 在他们眼里, 西方永远是对的, 中国永远是错的, 中国永远是土鳖, 你花这个时间还不如好好的去做好自己的分类的事情, 好好的赚钱, 对吧, 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外交, 战狼外交, 我觉得是适应时代的一个新的政策, 非常的好啊, 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调整过来, 中国人不是一个人, 人畜无害, 不是一个什么打骂不还手的兔子, 不是民国时期, 不是大清时期, 西方应该抛弃这个幻想, 以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你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适应这个战狼外交, 好吧,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